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带着自己的两个孩子 跟她的哥哥一家人住在一起 大家都称呼她为梁洁姑 有一天 梁洁姑的哥哥和嫂嫂出门办事 留她在家照顾孩子 梁洁姑在门外的庭院做事 屋子里不知道是什么原因 突然着火了 三个孩子被困在里头 情况相当危急 梁洁姑奋不顾身的冲进屋里 她想先救哥哥的孩子 但是浓烟密布 呛得她喘不过气 眼睛也被熏到睁不开 分不清楚哪一个才是哥哥的孩子 慌乱中 她抱起一个孩子就往外跑 心里觉得应该是哥哥的孩子 跑出来以后 才发现是自己的孩子 梁洁姑觉得很过意不去 急着想救哥哥的孩子 但是火势越来越猛烈 如果再冲进屋里 恐怕连她的生命也保不住 梁洁姑伤心的大哭 急得像热锅上的蚂蚁 心里懊恼的想着 怎么办啊 要是不能把哥哥的孩子救出来 家家户户会说 我是一个只顾自己的人 以后我要如何面对哥哥和嫂嫂呢 梁洁姑大喊 不行 就算会被火烧死 我也要冲进去 把哥哥的孩子救出来 旁边的人赶紧抓住梁洁姑 劝她说 你本来是想救侄子 但是因为一时慌乱 才救到自己的孩子 这不是你的错 可别因为这样而做出傻事啊 梁洁姑无奈的说 但是我怎么可能一家一家去说清楚 让全天下的人都知道呢 她忍住泪水继续说 一定有许多人不了解事情发生的经过 会指责我偏心 不顾哥哥的孩子 以后我都要背负这个罪名 还有什么脸可以见人呢 梁洁姑接着又说 但是 要我再把自己的孩子推回火场 和侄子一起死 我这个做妈妈的也办不到 只能拼命去救人了 于是 她冒着危险再次冲进火海 结果孩子没有被救出来 她自己也失去了生命 同学们 听完家喻户晓的故事 你还记得故事的重点吗 梁洁姑是为什么又会重新冲进火海 你觉得梁洁姑是个什么样的人呢 现在就让我带你回顾一下吧 今天的故事 家喻户晓可以分成三个部分 故事的缘起 梁洁姑和哥哥一家人同住 有一天她独自在家照顾孩子 屋子竟然失火了 过程中 三个孩子被大火困住 梁洁姑冲进屋里想先救哥哥的孩子 却因为浓烟密布先救到了自己的孩子 故事的结果 梁洁姑觉得对不起哥哥和嫂嫂 也担心周遭人认为她只顾自己 只能冒着危险再次冲进火海 因此丧命 这样有没有让你更了解家喻户晓的故事了呢 接下来 让我们来一起动动脑吧 过程中 你也可以将影片暂停 认真的想一想哦 准备好了吗 我们开始吧 如果你是梁洁姑 会先救哪一个孩子呢 说说看为什么 如果梁洁姑没有冲进火场 保住了自己的生命 你认为接下来的故事会如何发展呢 上面两个问题你有想法了吗 快和你的家人朋友老师分享吧 成语小教室 又到了成语小教室的时间咯 今天的成语 家喻户晓 是形容事情民生四处传播 家家户户都知道 主要会使用的情境是用来表达 传播的范围很广大 我们来看看家喻户晓 可以怎么使用吧 经过报纸报导 王老先生的义举已是家喻户晓了 登格勒的防范宣传 要做到家喻户晓 才能整整收到效果 接下来我们来看看 与家喻户晓相关的词 有哪些吧 相似的词有 明满天下 众所周知 妇如皆知 相反的词有 不见经传 默默无闻 闻所未闻 听完故事后 你是不是更加了解了呢 同学们 我们下次见 拜拜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